欢迎收听中文回合财经网站2月19日的收市广播 今天恒生指数来说是继续没有什么方向 收市来说是升了125点到27,656点 成交方面来说是缩减到880亿 上升的股份有98个,下跌股份有700多个 先看看A股的表现 上升综合指数来说都没有什么方向 今天来说跌了9点到2,975点 但留意来说成交相当活跃 护心两市成交来说是有超过1万亿 有1.04万亿元的人民币 那就是恒指今天来说 就看重绑股的表现了 汇控昨天公布了业绩之后 就是在外围来说都是下跌的 今早来说低开是去到56.25 但期后就有买款级 收市来说是上升到57元 跌了1.36% 那些普遍大行来说 就是认为它那个重组的行动来说 都是偏向看好一点 但是始终来说 就是业绩不好 跟环球经济那么强弱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汇控可能 其实都未必会再弹得太多 但是如果你会下跌到去 差不多56元 息率有7厘的话 那变相是有吸引力 所以来说 低一点来说是吸引力 作为一个收息 或者是中长一点 都应该没什么问题 另外来说 就是今天 除了汇控之外 941中移动 有些移动 今天来说 升了200% 报67.05元 其他的重绑股 就表现个别了 騰讯来说 微升了0.8% 报411.64 不是有帮都没什么方向 暂时来说 都是在80元边 就是培回 报79.08 今天是无声跌的 那就是 另一方面来说 金价就上升 推动到金矿股 今天做得不错 那就是招金矿业来说 是升了2.6% 报8.05 1787 山东黄金来说 是升了2.3% 报19.24 那些物管股 就继续是 就是有些追捧了 那就是 升幅来说 就不太多 那特别是 一些重绑的 都就是 先升后回 那样 是的 那就是 逼桂园服务 升了0.6% 报36.9 那另外来说 就是 雅生活来说 都可以升了2% 报36.8 那 另一只半身股 保女物业来说 今早曾经 是创上市的新高 去到68.88 但是 收市呢 就是 去回到64.9 到跌回1.4% 那 就 恒指目前来去看的话 那 成交又 大为缩减 那变了 就没有什么方向 那 就看到黄金的价格 来说 慢慢 慢慢攀升 那 市场也是担心 如果美股那方面 一旦出现一个比较大小小的回吐来说 都会触发这个避险的情绪 而 令到资金流入金价 这个黄金上面去做避险 那 那 那大肆来说呢 暂时就 看见到呢 大概27,300 至27,800 左右 都是徘徊 这些区间 那 暂时就不是说很大的方向 那 成交也都没有什么啟示性 那 我相信呢 都要看回呢 就是说 就是 那个 疫情 再加上 内地的工厂等等 的复工的情况 那 那 始终就是 短期来说呢 就 复工都需要时间的 那 对会传递到那些是经济的那个 其他公司的那个 产业那方面的问题呢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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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都不會發出了這個刑警 所以暫時來說 大市都是屬於上落市 要留意外衛和肺炎方面的疫情消息 今天收市分析暫時到這裡